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对于美院来讲几乎所有有见地的或者说有经验的老师对于那些从高考重结升大班经过火辣训练进来的学生头疼的要命 因为他们总是想改到他们已经形成了非常顽固的一些绘画的手法 然后大部分失望了 因为他们发的改变了 学生不喜欢画画 进来就不画画了 老师想改他们画画的一些方式想改回一种更加符合艺术规律的一些画法又不可能 然后美术学院不通过这样的高考方式怎么才能够高考不知道 找不出路子 所以只能这样不断的维持 然后在中国的一个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凡是做培训成功的一些老板们 这些教画画培养孩子考美院的老板 基本上都是没有资格或者没有水平或者没有能力流效的 当然也有美院的个别老师也很成功的办这些班 那是好像成功的问题 也就是说大部分美院的老师去办这个班都不成功 结果他们这些两个非常对立的结局 当然原来的方式是勾结 对于那些培训高考的人来讲 他们会总结每个美院考试的这个风格的公约数 以至于出现了这个比如说十九笔画一个脸 出现了各种会颜色 中央美院颜色 广东美院颜色 折战中国美院颜色 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多少笔 多少笔就可以把它画出来 而且他们不一定要画造成 我今天还有一个重大的改卷子的变革 因为以前的改卷子在中国都是世界奇观 都要任何一个城市高考卓业的评分 不仅老师要封闭 以示公正 而且住的是一个大的一个租书厂 租书厂全部把话铺满 因为太多人了 几万张 然后老师拿了个棍子 积歌 积歌 不积歌 积歌 不积歌 积歌 不积歌 后面的助手跟着就一边放 如果画面上有明确痕迹的话 那些助手又有关系的话 他们就敲敲发回来的 反正你也不知道 以至于后来为了极端 极端 那些老师说 凡是画面有某种明确记号的 不管 好不好扔掉 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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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为了搁单这种联系 这也是一种腐败 教育部门也做了很努力的工作 比如说把高考的单位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在广州 华士美院移到广州美院 内部规定老师不许去辅导 或者说在初期的时候 要初期不易的 他们根本不能想象的题 那么忽然之间很难应付 如果比如说几年前的一个我知道的例子 好像考中美院的数码课 画什么呢 一到四点看洒掉了 拿一个纸把它揉成一团 就画这么纸 他们怎么会想象的描证呢 那把我们大部分都画照片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只能画照片 不仅如此 尤其苏联太大刚刚说过了 整个足球场都是画卷 为了考试方便全部进电脑 老师再也不用到足球场 最挑作品的 而是电脑上 一张一张过了 完蛋了 因为 是不是还可以AI来改卷 改卷子 不用老师改了 电脑 电脑 大家知道 电脑是处理过的 我们都知道 特别对于有颜色的作品 一定是 印刷来讲 一定是好画硬化 坏画硬化 为什么呢 它硬不出色层的微妙变化 但是呢 由于它四个色的自动处理 它会把原来不协调的 变得协调 电脑是这样的 所有 似乎不太好的话 在电脑上变得很好 当然他们会跟我说 好不好无所谓的 对 正式道路都改了 我不知道 其实 整个中国的教育界 美术教育界 从上到下 到美院 都很骄误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改 而且考生又是 学校的经济来源 考生少了 我们就 美院就完蛋了 必须考生多 来招生 这样才有招生从容的权益 现在 我 据我所知 这股风转到了海南 也就是中国开始出现 越来越多了 咱们针对 比如说针对英国 也针对澳洲人 那么你们相信 一定要针对欧洲华 针对家 或者针对美国的 美术学院的 高考的配取 费用特别难过 主办的人 或者讲解的人 都可能在英国 在澳洲 在北美 很多年 甚至学这个东西过来 等等等等等等 这个是真的 正在 在中国 正在迅速出现 原来没有 现在这个正在出现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培训现象 但这个还是少数 比起国内的高考 有大少的吗 少到少 少一金学位就昂贵 那我想说 国内的这种 素描色彩 加速写 或者加创作的这种 传统的这种高考方式 三四十年都没有变过 但是 世界的这个艺术的潮流 不断在变 好像 国外的这些考的学校 可能都不重视画画了 不重视技巧了 但国内他还是一定要 素描色彩这样子 那很多人都很纳闷 那可能再过几十年 这个就完全在方向上 就完完全全就脱节了 可能以后美院 这个课基本上 跟画画都没什么关系的话 那这种高考的方式还能继续吗 如果继续的话 他基本上是 等于只是一个考进去的门槛 考完一点用都没用 以后基础课可能都没有 脱节是必然的 脱节很正常 脱节更好 正好建议自己的标准 我们按照自己的期望 不是更好吗 比如说好几年前我去英国 其实是陪着去考察一下英国的水场化教育 因为水场化来自英国 所以我说脱节是必然的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说 因为慢慢大家都变成了自己院校自主招生 按照国外的方式这样子去招呢 不是说没有可能性 但是至少近期内看不出可能性 因为学校教育总是按照他的常规的运作的进行 而且我说坦率话 留在美院的当老师的老师 都是专业成绩很不错的老师 他们留下来了以后 有三分之二就不再画画 不再重新艺术 因为他们成绩很好 另外一些还在重拾所谓艺术的人 有相当一部分 他们就永远停留在他们成绩好了那个东西上 他们一辈子也就较经验 那么这种状况下 你怎么能期望 他会改革 他会有重大改革了 我觉得 偷鬼就偷鬼来啊 反正偷鬼一样过日子 我们吃我们的热菜 我们吃我们的中国菜 看不出能够改革的方式 加上这里边的第一题却在有一些困境 这还是因为人太多的 其实西方的艺术教育也面对这样的困境 比如说观念如何教育 因为现在各大博物馆 美术馆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 如何收藏观念的艺术 如何收藏多媒体的艺术 当然也收藏 因为所有电子艺术都是程序而以备 它已经失去了物理 唯一的物理特性 因为艺术品能够收藏 能够交易 能够炒作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不可替代的唯一的物理性存在 但整个新的艺术 整个布料往前来以后的艺术 真的虚拟化 现在有类似比特那样 炒作的艺术出现 比特艺术 它存在这个概念 那么这对于艺术家 对艺术教育 对艺术收藏都是重大的挑战 就想到刚刚开启